好,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题目 声速是350的环境中 进行音差与气柱共鸣实验 从零点开始 逐渐增加气柱长度 并测得共鸣气柱长度 依照时间的先后顺序编号 12344次 那结果呢 它只有4次 来 结果呢 它说 奴徒所示 请问这个音差的频率是多少赫兹 这个共鸣空气柱的长度还记得吗 尽量不要取第一次 为什么 因为负点会在管口的上方 负点会在管口的上方 那第一次共鸣会在哪里 第一次共鸣来水面会在节点 对不对 那如果你把第一次到管口的距离是四分之让它是错的 因为负点会上移 好 那这个是第一次共鸣点 那第二次共鸣点在哪里 第二次共鸣点找到第二次节点 如果找到第二次节点 OK 好 那这一段距离 这一段距离 第二次共鸣点在这里 这一段距离 来 请不要把 请不要把到管口的距离当作四分之让打 第一次到管口距离当作四分之一次错的 OK 因为负点上移 但是第二次共鸣 第一次共鸣跟第二次共鸣之间的距离是二分之让打 这个是OK的 那如果到第三次共鸣呢 来 第二次共鸣到第三次共鸣就是再找到下一次节点 再找到下一次节点 那这样的话又会再增加二分之让打 再增加二分之让打 所以你要怎么找 你可以找第一次跟第二次是二分之让打 或是你找第一次跟第三次的距离是一个让打 来 第一次跟第三次的距离是一个让打 这样就可以算出让打 来 我们对图 第一次它的距离是多少 第一次的距离是多少 那你看 第一次跟管口的距离 它没有标清楚 但是 差不多快要十 快要十我们取八好了 好不好 我们取八 好 那到第三次 第三次是多少 第三次 来 第三次对图 差不多 四十 对不对 那 你看哦 四十跟八 是不是相差三十二公分 所以我们就说 让打就是三十二公分 让打是三十二公分 三十二 OK 三十二公分 好 这个数字不是很好看 那我想要算什么东西 我想要算频率 那频率就是波数除以波长 频率就是波数除以波长 那波数呢 它有告诉你是三百五 波长呢 是三十二 但是这个是公分 我们把它换成公尺 零点三二公尺 零点三二公尺 好 那零点三二如果觉得不好算的话 你就取一个比较近的零点三三 因为零点三三是三分之一嘛 三分之一翻上去就是乘三 那三乘上它大概是一千多 一千多 那答案选一千多多一点点的 答案选低 差不多就是三百五的三倍 一零五零 好 那好家材它的选项其实差蛮多的 所以这个可以顺利选出答案 答案就选谁 答案选低 就可以了